我們好像蠻常講weight跟weight這兩個字的 都是重量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名詞 那我們今天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整理 而且順便講一個100字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座五英文一起讀 他的標題叫做the weight of things 東西事情的重量 the weight of things 常強調weight這個字跟等待是同一個發音 所以加T是名詞 所以the weight of things是名詞 那weight不加T就是動詞 像我們問說你多重你的體重是多少 how much do you weigh 所以不是how much do you weigh no how much do you weigh 那我重75公斤 I weigh 75kg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故事好了 我們再整理一下這個有關於weight的一些片語 這個故事也是講跟老人的一種相處 那我們先把它讀完吧 Every Friday she's on time to pick up her grandfather who teases punctuality is your best quality 學習一下他的聲音 she could take his list go along but this it's theirs she pushes as he walks alongside pointing his finger and triggering his thumb to greet fellow shoppers whose names he no longer knows he likes to look at the weight of things occasionally exclaiming you're exactly this size at birth this he remembers isle after aisle he calls out needs in their shorthand old man candies is Werther's yellow box cherryos and while lamb chop is ricotta my little frozen chicken is her 結束 好下面有很多人留言說就是很喜歡這個故事 覺得他就是用很簡短的文字 就是來去囊括了一個很有重量的故事 也有講到重量這個字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這故事在說什麼 所以每個禮拜五啊 他都準時 she's on time on time就準時 來去接他的主婦 那這主婦就會開個玩笑說 啊準時真是你最棒的一個人格特質了 好你準時真的太棒了 所以這個我們講說人格特質 有時候講的是quality這個字 quality有翻譯成品質 可是你也可以說 你的人格特質 你的人格好品質在哪裡 你準時 你誠實 你守時 你不會說謊或之類的 這都是一些不錯的quality 你熱愛助人或什麼的 所以他就說準時真是你最好的一個人格特質了 那準時呢 我們這裡需要名詞 所以你不能再說on time 因為前面講的she's on time 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名詞就是punctuality 當然punctual也可以是形容詞 客家的ity結尾就變成了名詞了 所以punctuality就是準時 守時 這個字如果你不熟的話 我也打給你看punctual punctuality punctuality 好 所以she's on time to pick up her grandfather who teases 這tease就開玩笑 punctuality is your best quality 下一句說的就是有一點文法要理解 she could take his list go along but this it's theirs 那這句話說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take his list 這個list就清單 什麼清單 購物清單 she could就可以 但他有嗎 他沒有 其實應該這樣看 這兩句放在一起 she could take his list go along 他其實可以拿他的購物清單 然後就自己去 他可以這麼做 可是我們知道 眼前的事實是他沒有這麼做 什麼叫沒有這麼做 他帶他去 所以他本來是可以拿他的清單 然後就替他去買的 這樣就可以 其實可以省很多時間 因為老人家動作慢 可是他選擇帶他去 因為他幹嘛去pick up他 他去pick up他就是帶他去購物 帶他去走走 所以這是孫女孝順祖父 OK 所以他其實可以拿他的清單 然後自己去的 但是呢 所以那這邊有點文法問題 不過不管了 but this 但這個 這個this是什麼 就是這個祖孫兩人相處的時光 this it's theirs 這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的共享時光 所以他是不願意把它犧牲掉的 那我接下來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能用can she can take his list go along 因為如果用can的話就不是假設語氣了 OK 因為我們剛說了 他現在就要帶他去shopping 或者說一般的慣 就是他一直來的習慣 就是帶他一個禮拜去shopping一次 他可以不帶的 可是他一直以來都帶 所以就違背了眼前的現實 所以就跟現在事實相反 OK 所以他沒有拿他的清單去自己替他買 而他帶他去 所以she could do this but she chooses not to 這樣就是假設語氣的用法 來下一段 she pushes as he walks alongside 所以他推 然後當這女生推 當這個男生走在他的旁邊 就跟著一起走 推什麼 你可能會想說推 推主婦嗎 可是我們從這裡就看得出來 並不是推主婦 主婦還不用推 因為他都說了 as he walks alongside 主婦是可以走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推的是什麼 他推的是購物車 因為這是百姿故事 你必須要很簡短 所以這些都省略掉 這些都是你必須要去理解的 these are information that you understand so they're meant to be understood 所以他不用講出來 所以不用說she pushes the card she pushes the shopping cart 不用講了 他直接說she pushes as he walks alongside 很懂了 pointing his finger and triggering his thumb to greet fellow shoppers whose names he no longer knows 所以他一般還一邊走還一邊指著手指頭 那fingered OK point finger 同一時間還triggered他的 thumb 這裡我其實本身沒有非常理解這在說什麼 我只能用猜的 因為trigger這個字一般理解為 就是像一個槍的那個板機叫做trigger 那現在也有一個就是 一個比較現代的解釋 一個使用就是說 一個什麼東西很容易惹踩到你地雷 OK 踩到你的地雷 像例如說 我現在跟你要進行一個討論 然後我說我這邊會引用一些 就是討厭同性戀的人的一些說詞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個議題跟性別有關 那我來引用一些這些說詞 這不是我說的我要引用 可是我知道現場有一些參與討論的人可能 連聽都不想聽 就不想聽到我來引用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東西非常的冒犯很offensive 所以我可能在講在引用這些人的話之前 我就說我給你一個trigger warning OK trigger warning 我現在講這些可能會trigger你 所以如果你不想聽的話 或許你就不要參與了 你去旁邊喝咖啡吧 所以trigger warning 就這樣的意思 所以就是警告你 我要說一些會trigger你的話 所以反過來我也可以說 I'm easily triggered by什麼什麼東西 我很容易就被什麼什麼東西給踩到地雷 就像是板機開槍開下去一樣 我很容易被人家就這樣子 OK 好所以trigger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什麼叫trigger他的thumb 我能夠理解 大概我只能理解到這個程度 就是說他一邊手指指著人家 然後他說不定有老人家那種戰鬥的手或之類 所以他的拇指還這樣子 所以或許老人家就做這個動作 這個誰誰誰啊 那個誰誰誰這樣子 trigger是這個動作 我的理解就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詞有不同的理解 歡迎你跟我分享 總之pointing his finger and triggering his thumb to greet fellow shoppers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 來去跟人家打招呼 I know 這樣子 來去greet 打招呼 就其他的這些 shopper們 而這些 shopper 他可能也事實上是認識的 但他們的名字 他已經不記得了 所以我們下一個知道 就是這老先生其實機心已經不好了 OK so pointing his finger and triggering his thumb to greet fellow shoppers whose names he no longer knows 這些名字他已經不知道了 he likes to look at the weight of things 所以他喜歡 喜歡看東西的重量 因為你知道去買東西 有時候就秤重 過磅 這個知道 過磅應該沒問題 而如果你有去 shopping的話 你就知道水果要過磅 或者牛肉豬肉之類的 可能也要過個磅 so he likes to look at the weight of things 所以這裡有weight是名詞 那偶爾他還會叫 occasionally exclaiming 所以exclaiming就是大叫 叫什麼呢 you were exactly this size at birth 就是欸你啊 出生的時候就這麼重 然後下一句就很有重量 this he remembers 而這個他記得 他就記得孫女出生的時候 重量多少 你看他都已經不記得很多人的名字了 可是孫女出生的體重 他是記得的 ok isle after isle 那所以一個 你知道那個 那個shopping mall裡面 或者應該講grocery store裡面有走到 所以走到走到走到一條條走到這樣過去 那 這樣子逛 然後他就會叫著那些 他用shorthand 所以shorthand的意思是 以前有一種做筆記的方式叫shorthand 像例如說你寫一個字叫做 誇張好了 exaggeration 那個很長的一個字啊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在 很快的速記一些東西 這個人講了一個字叫exaggeration 你要把它全部寫出來不用 所以其實英文有一套系統 就是可以很快的把 一些英文字用更簡短的方式抄下來 這個速記 那整個系統叫做shorthand 那當然 他這裡用的不是那個東西 他在說的就只是說他用一些比較其他的稱呼來稱呼一些日常的用品 所以他就 啊這是什麼什麼什麼 事實上他不是那個東西 我來下面就有例子 你這樣聽我講可能非常模糊 所以he calls out needs in their shorthand 他就叫說我需要那個 那用shorthand來叫 所以第一個叫的東西叫做old man candies 老人糖 所以old man candies is Werther's 所以有一種糖叫Werther 你要是不知道我現在就給你看 看一下螢幕就這個 你都知道啦 你可能小時候也吃過啦 所以你現在也很愛吃也不一定 這就是你看 就這個焦糖的這個夾心鮮奶油糖 這叫Werther's OK 所以他把它稱為老人糖 old man candies is Werther's Yellow box cherryos 黃盒子 cherryos cherryos是什麼呢 就這個也是一樣 早餐的這個 就玉米麥片的其中一種不同的選擇 cherryos OK 所以他叫它yellow box 那還有一種cheese叫ricotta 那這ricotta cheese 他直接叫它羊排 因為長得很像羊肉的樣子 這個東西叫ricotta OK 他叫它lamb chop 像那個豬排羊排 我們大概叫pork chop lamb chop 會加上chop這個字 牛肉就不會加 沒有beef chop這個字 OK lamb chop pork chop 所以lamb chop is ricotta my little frozen chicken is her 所以他還給他孫女一個綽號 叫做整個冷凍雞豆 my little frozen chicken 好故事就到這裡結束了 所以裡面包含了很多的資訊 包含了孫女的笑心 孫女還很準時 包含了爺爺還能夠開玩笑 但爺爺已經有點失意 甚至可能失智 手還會抖 但還能走 然後他們之間的互動的關係 所以下面其實很多留言 都在稱讚這個故事說得很棒 OK Anyway 所以我們這裡講完了 來我們再講一些 補充一些 跟weight 或者weight有關的一些詞 像我們剛剛講過棒 格鬥選手 在打 比賽前要先過個棒 因為你需要同一個量級才能打 所以有一個詞叫weight class 就是不同的量級 我再打下去好了 weight class 那過棒是一個動詞 所以就是weight in 這樣子 ok weight in 後面加一個in ok 那還有呢 weight可以加一個計時就是on 所以如果有個東西在困擾著你 在讓你 就是一直思考著 我到底要買哪一台車 你就一直想這件事情 so that purchase decision is weighing on your mind so you weigh on somebody's mind 所以這是個動詞 加階級是on 所以weight on誰的 mind ok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這個我們大概幾個禮拜前講過 就是你要對一個東西該有的付出 該有的努力投入 就是pull your weight pull somebody's weight ok 不管是我的你的或之類的 你沒有在努力啊 you're not pulling your weight ok I'm pulling my weight 加一個階級 加一個所有格在裡面 用carry也可以 carry somebody's weight ok 然後再來還下一個 如果說一個東西非常的貴重 很有價值 你就會說這個東西啊 它的重量等同黃金呢 它跟黃金等重的價值 所以我就會說什麼什麼東西呢 is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ok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非常珍惜的 像稀土好了或之類的 事實上我覺得有的東西可能比黃金還貴 黃金一顆可能多少多少錢 那個東西一顆可能比黃金還貴也不一定 可是我們多半說 黃金是一個衡量事物的一個標準嘛 所以我如果說那個稀土 這個rare earth element is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所以它的重量就跟黃金是一樣的價格這樣 它又說dead weight dead是死掉 那這個叫死掉的體重嗎 不是 這個dead weight 就有時候我們把它理解為就是 我剛剛有找一下 我覺得我自己看找一下出來的這個美容是什麼 還是我把它關掉了 crap ok 好啦沒關係 dead weight 對 有時候說它是一個負擔負重這樣子 ok 然後它有一個那個就是靜值的一個重量 靜值的重量聽起來很奇怪 像他們在那個海運或什麼之類的貨櫃 它就有一個dead weight的概念在裡面 這樣子 有個中文詞我現在真的想不起來 好沒關係 我真的隨便講解一下 你知道我做事很隨心 但總之這個dead weight 是有就這麼一個詞 在生活中用得到就是 再多看兩個 if you throw somebody's weight around 那你剛講過rate weight是重量 所以這個重量也可以被理解為你的影響力 所以要是有一個人他把他的體重影響力丟來丟去或之類 這個就是有點濫用你的影響力 像例如說我是一個什麼官員 我覺得很容易就可以去關說一些事情 那你就會說我正在 throw my weight around ok 好 所以這不是很ok的一件事情 好啦 這大概就這樣整理 我覺得這樣也夠了也ok了 今天這個時間長度大概差不多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好